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南方某市某个小影楼里传出了一个摄影师不耐烦的声音 是你自己说的要拍裸体照 你不脱 我怎么拍呀 摄影师的对面 一个年轻女孩脸上得通通红 神情也很尴尬 这会儿已经脱得只剩下内衣了 摄影师越催她 女孩就越犹豫 这到底脱不脱 拍还是不拍呀 你说 这一个年轻的姑娘家 怎么就想起到影楼拍裸照了 这事还真挺前卫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看这个女孩的表现 事到临头 她好像也有些后悔了 似乎还有些不情愿 难道她受了威胁 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们就先来说说 这个要拍裸照的女孩 女孩呢 名叫宋安琪 二十岁出头 长得清纯可人 性格活泼开朗 是一名保险推销员 她呀 出生农村 骨子里多少有些自卑 怕大家瞧不起她这个乡下妹子 一直在外面 谎称父母在当地有点背景 家中宽裕 这偶尔呢 还会买两个假名牌来 冲冲场面 宋安琪很爱结交朋友 而且呀 为了拓展保险业务 增加点人脉资源 这但凡是能说得上话的 都被她加进了微信朋友圈 和时下很多年轻人一样 宋安琪有事没事的 就爱刷刷朋友圈 点个赞评论评论 这关系也似乎一下子拉近了不少 可是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那天晚上 宋安琪竟然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 说是啊 要高价购买她的裸照 这个微信消息 是一个昵称叫做收藏家的人发过来的 这个人不是王国强王老板吗 王国强 他前几天来公司咨询保险业务 他呀是个大老板 住别墅开豪车 还时不时的会在朋友圈里展示他收藏的各式玉器珠宝 人呀 也挺热情的 这王国强上来就说有事要宋安琪帮忙 宋安琪心说 我跟他只有几面之缘 不熟啊 他能有什么事求自己帮忙呢 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 就只好说 那您说吧 能帮得上的呀 我一定帮 很快 王国强发来了那条微信消息 不瞒你说 我有个爱好 就是喜欢收集美女的裸照 我想跟你买十张裸照 一张四万 十张裸照 我给你四十万 宋安琪是坑的一下 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姓王的 怎么会跟自己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呢 宋安琪收到这样的消息 十分愤怒 想立刻把这个可恶的男人删掉 但冷静下来 他又改变了主意 他对王国强的提议 还真有点动心了 原来 此时的宋安琪手头正紧呢 他的男友刘瑞 因为患了白血病 正在医院救治 想当初 这俩人一起从老家出来到城里打工 宋安琪卖保险 刘瑞在一家化工公司的车间工作 这本来啊 就打算年底就把婚事给办了 这哪里想到 刘瑞竟然被查出得了白血病 索性的 是配型呢 已经成功 但是治疗费用大约要三十万左右 男友家是把能借的都借了 但是还有二十几万的缺口 到哪弄这么多钱呀 而就在这个宋安琪一筹莫展的时候 王老板提的这个事让他动心了 这一下子就能赚四十多万了 可是代价实在是不小啊 那天晚上宋安琪没有回复王国强 看着王国强发来的一连串的问号 宋安琪的脑子里也充满了疑问 他整夜的是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 他一脸疲惫的来到了男友刘瑞的病房 刘瑞的白血病已经很严重了 这起先呢 只是发烧鼻腔出血 现在已经开始头痛呕吐 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看着刘瑞面色苍白的躺在床上 宋安琪难受极了 而就在这时 手机微信又响了 那王国强发来消息又来催问了 他犹豫了片刻 跟王国强回了四个字 见面聊聊 很快 王国强开着一辆最新款的奥迪 来到了约好的咖啡馆 这宋安琪可很是拘谨呢 不停的喝着咖啡 小声的说 王先生啊 您能保证那些照片 就能一个人收藏 永远不会公开吗 王国强深深的吸了一口雪茄 一边吐着烟圈 一边笑着说 我这么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可不想让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我收藏裸照的这个爱好啊 那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说实话 我反倒是怕你到处乱说呢 这王国强见宋安琪 还是有些摇摆不定 接着说 姑娘啊 要不然这样吧 我呢给你写一份保证书 保证十张照片给你四十万 要是我把照片给公布了 我这补偿金再翻倍 我给你八十万 这样总行了吧 说着 不等宋安琪答复 王国强就跟服务员要了一张纸 又从随身携带的一款名牌包里啊 拿出了一支金笔 是龙飞凤舞的写了起来 宋安琪觉得 这样算算 如此一来 相信这个王老板呢 也不会把自己的裸照拿出去 于是 一场交易就这样敲定了 两人约好了拍照的日期 男友躺在病床上等待做手术 急需用钱 宋安琪恨不得马上把照片交到王国强手里 换回给男友治病的那四十万元 但他想的太简单了 这个王国强又对他提出了新要求 王国强开着车把宋安琪送回了家 路上这王国强还说 其实啊 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小姑娘开口要什么裸照收藏 你要是愿意还可以帮我个忙 要是你的那些小姐妹啊 愿意卖裸照 你就跟我说说 你给我介绍一个人 我还可以给你十个点的提成 宋安琪一听这话笑了 这个王国强真是收藏成瘾 自己的时常裸照还没到手呢 就急着要别人的了 不过眼前呢 还真有个人选 闺蜜李珊前两天 不是让让了手头几枚钱花吗 这李珊呢 只是一个普通的营业员 想买个名牌包 都得攒上好几个月 要是李珊也能拍 十个点的提成 那就是四万块 宋安琪与王国强道别后 静止的来到了小姐妹李珊家 这一听宋安琪要卖自己的裸照 李珊也有些接受不了 可是架不住宋安琪的游说 李珊也有些动心了 宋安琪打开微信朋友圈 调出了王国强的微信图片 让李珊是一条条的看 宋安琪说 你看看 人家晒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哪样不贵重啊 这可真是个有钱人 我敢打包票 王国强买裸照 纯粹就是为了珍藏 所以啊 你根本不用担心被别人看到 你说说 你一个月赚四千 不吃不喝 怎么也得十年才能赚四十万吧 眼前这么好的机会 咱可不能错过了 等钱到手了 你想买啥不行啊 而且啊 那王老板都说了 他会找个最棒的人体摄影师 给咱俩拍照 那拍出来的就是人体艺术 我也一起拍 你还怕啥呀 宋安琪可是李珊最好的朋友 他这么一劝 李珊同意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 王国强开车 带着宋安琪和李珊 来到了一家不起眼的照相馆 还说呀 和里面的摄影师很熟 人家的保密工作会做得很好 可是再一看 这摄影师竟然是个男的 宋安琪和李珊 多少都有些不好意思 有点拘谨 好在 这个摄影师很会缓和气氛 宋安琪和李珊逐渐放松 衣服也一件一件的脱了下来 但是 就在宋安琪脱到只剩下内衣的时候 他犹豫了 这开工可没有回头见 真的要把自己的身体裸露在照相机面前 把照片卖给王国强吗 那王国强要是不守信用 把照片公布了可咋办呢 摄影师可是等了半天 也不见宋安琪脱内衣 就有些不耐烦了 催着他赶紧脱衣服 别浪费时间 可是摄影师越催 宋安琪就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 我们所说的那一幕 王国强拿走了裸照 钱没给 人却消失了 这要是传出去可怎么得了 交上你这个姐妹 我呀真是瞎了眼了 裸照被发到了微信圈 宋安琪反被富豪 敲诈勒索 这么漂亮的照片 我可不敢一人独享 你给我个几万块钱花花 照片我全还给你 宋安琪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他该怎么办 不雅兆之祸正在播出 王国强见宋安琪犹豫 是赶紧把他给拽了过来 低声地说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 肯定会做到的 你手里不是还有我那份保证书吗 那可就是金牌令件的 你怕什么呀 再说了 李珊都已经再拍了 你要是不拍 你让李珊怎么想 想想王国强说的有道理 宋安琪乖乖地回到了照相机前 在摄影师的引导下 两个姑娘摆出了各种姿势 灯光是不停地闪烁 快门频频按动 也不知道到底被拍了多少照 宋安琪的心里嘀咕着 这也差不多了吧 就嚷着不拍了 摄影师呢 叫来王国强 让他赶紧选照片 王国强也很爽气 几分钟的功夫 就选了20张照片 还跟摄影师说 你呀 赶紧把照片给我冲出来 剩下的马上删掉 别让人家姑娘担心 王国强拿到照片之后 很是欣喜 这脸上乐开了花 他跟宋安琪和李珊说 照片我非常满意 走 咱们取钱去 你们跟我去趟银行 那80万 我也不可能随身携带 是不是 三个人就这样离开了影楼 又上了王国强的车 车子开到了某银行门口之后 这王国强是惊呼了一声 哎呀不好 刚才光顾着心上两位的美照了 这包啊 那在影楼了 银行卡也在包里呢 这样 你俩呢 先下车在这等我 我快去快回 宋安琪和李珊下车之后 王国强掉了个头 是一溜烟的走了 李珊小声嘀咕着 这个王老板 不会不回来了吧 宋安琪其实心里也没谱 可嘴上却说 你放心 人家开豪车住别墅 才不会图你那点钱呢 但是 两个人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了五点多 这好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 王国强可还没回来呀 给王国强打电话 这电话不通 发微信 微信也不回 一遍一遍的刷朋友圈 也没发现王国强的更新 哎呀 不是让李珊这个乌鸦嘴给说中了吧 王国强真不回来了 难道王国强是个骗子 拿了裸照 就打算赖账了吗 两个女孩循着记忆是赶紧找回了影楼 可影楼的老板双手一摊说 那个姓王子根本就没有回来过呀 而且呀 他们的关系也没有王国强说的那么熟 前两天王先生找到我们影楼说 有人呢 要来拍一组裸体照 那是我跟他的第一次见面 我呢 只负责给你们拍照 你们之间的事 我是一概不知道 而且呀 刚才拍照前 我们和你们俩分别都已经签好了协议 这拍摄尺度是你们自己定的 保密条款呢 我们也会如约旅行 就连底片你也看到了 我们全都已经删了呀 你们呢 别再来找我们了 最好呢 还是赶紧的到别处找找这个姓王的吧 听摄影师这么说 两个女孩也只好离开了影楼 这遍寻无果天也黑了 宋安琪和李珊只好各自 签回了家 照片已经被王国强拿走 宋安琪最需要的给男友的救命钱 王国强没给他 他该怎么办 就在宋安琪焦急万分的时候 王国强打来了电话 王国强说 安琪呀 你和李珊的裸照可真好看 我呀 太喜欢了 宋安琪满心欢喜的以为 王国强要提给自己打钱的事了 可是电话那头的王国强 却一改往日的儒雅谦逊 是脾里脾气的接着说 这么漂亮的照片 我可不敢一人独享啊 这要是把它公布出去 不定多少人喜欢看 这到时候你要是出了名 你可得好好谢谢我 不过 你要是不想用这种方式出名也行 你给我个几万块钱花馆 照片我全还给你 宋安琪一下子梦了 这王国强分明就是个大骗子 当初不是说好了花四十万 买自己的裸照吗 这会怎么反倒变成自己给他钱了呢 这不摆明了是敲诈勒索吗 如今裸照在他手上 自己该怎么办呢 宋安琪拿着手机蹲在地上 那是欲哭无泪啊 直到这时 自己才真正看清了王国强的真面目 为了给男友治病 他在心里挣扎了那么久 费了那么大的劲才同意了拍裸照 现在倒好 竟然被人给讹上了 可怎么办 宋安琪只好跟王国强说了实话 自己啊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 没有任何的背景 这之前说家里有点小钱 那是怕被富豪王国强看不起 顺口胡舟的 自己呢 真没钱 而且相恋多年的男友得了白血病 正在住院继续用钱 自己也正是因为要给男友治病筹钱 才同意拍裸照 可王国强却说 你这个小丫头还真会编故事啊 我就不相信了 你一个小白领 连个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就在这时 电话这头的宋安琪突然想起来 那王国强不是给自己承诺过 要是公布照片 就赔自己八十万吗 这宋安琪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赶紧的说 你可是给我写过保证书的 你要是敢公布照片 我就去法院告你 大不了鱼死网破 王国强一听宋安琪拿保证书说事 冷笑道 你可真好骗 你仔细看看 那保证书上签的就不是我的名字 你别跟我耍哈招了 你别忘了 李珊可是你介绍给我的 你要是敢报警 你也是共犯 这老话说的好啊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刚撂下王国强的电话 他的手机又响了 再一看 正是闺蜜 李珊打来的 这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宋安琪的心中生起 李珊也拍了裸照 难不成 这王国强也跟他要钱了 果不其然 电话那头的李珊是怒吼着 宋安琪啊 宋安琪 王我还把你当好姐妹 你给我介绍的 这是什么人呢 王国强给我打电话了 说是啊 不给他五万块 他就把照片给公布了 这要是传出去 可怎么得了 交上你这个姐妹 我呀 真是瞎了眼了 宋安琪着急的解释 说自己啊 也是受害者 那王国强也跟自己要钱了 可是气头上的李珊 哪里听得进去呢 他甚至以为 宋安琪和王国强 是老早就串通好的 让自己呢 放松戒备 合起伙来做戏 让自己着了道 李珊是怒气冲冲的 让宋安琪 要么把照片拿回来 要么赶紧筹钱帮自己善后 说完是狠狠的挂断了电话 而不一会儿 宋安琪就发现了 王国强的朋友圈更新了 竟然是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两张照片 虽然面容和身体的关键部位都被打上了马赛克 可宋安琪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那就是自己和李珊的照片 李珊也加了王国强的威胁 这李珊肯定也看到照片了 果然 李珊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很显然 李珊和自己一样着急 而且声音中的怒气还没有平息 要不是你 我哪能摊上这种事 你办法想好了没呀 钱凑得怎么样了 我这边有个一两万 要不然先跟王国强说说 把我的照片买回来吧 此时的宋安琪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的心中是万分的烦乱 没等李珊说完 她自己先挂掉了电话 裸赵被躺在病床上的男友看到早误解 你就是嫌弃我是个病人了对不对 你想判高知了对不对 宋安琪选择报警 想证明自己是被王国强欺骗 你把我害成这样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等着坐牢吧 王国强落网 却只认宋安琪是同伙 宋安琪是否涉嫌反罪 男友知道了这一切 会原谅他吗 不雅赵之祸 正在播出 宋安琪坐立不安 他不自觉地回到了男友 刘瑞住院的医院 刘瑞一直是自己的依靠 平日里有什么烦心事 都是刘瑞帮自己化解的 可这一次 自己还能向他讨主意吗 他会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吗 宋安琪想在男友面前表现如常 可是伸索的眉头 不自觉地哀声叹气 却出卖了他 刘瑞以为是自己的病情 让女友上了火 心怀歉意地拉着女友的手 是百般劝慰 宋安琪刚想说什么 他的手机却响了 一看是王国强发来的消息 他赶紧把手机藏了起来 可是女友的举动 却没有逃过刘瑞的眼睛 刘瑞让宋安琪交出了手机 他看到的竟然是女友的裸照 宋安琪一丝不挂 面带微笑地在床上摆着性感的姿势 宋安琪赶紧想解释 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只是一味地说 你别瞎想 不是你想的那样 刘瑞把手机狠狠地往地下一摔 不是我想的那样 别的男人给你发的裸照 你让我怎么想 你就是嫌弃我是个病人了 对不对 你想盼高知了 对不对 你走 别在这给我装不作样 宋安琪百口莫辩 如何才能让男友相信 自己是真的被骗了 才拍的照片呢 而此时闺蜜李珊的电话 还在不断地打进来 她一个都不感激 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让闺蜜李珊消除对自己的误会 证明自己真的没有和王国强合伙敲诈头 到底怎样才能还自己一个清白 宋安琪在医院里徘徊了整整一夜 快天亮的时候 她终于做了决定 她给王国强发了一段语音微信 那照片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我打算去自首了 李珊确实是我介绍给你的 我愿意承担责任 但是你把我害成这样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等着坐牢吧 宋安琪走进了派出所自首去了 警方随即对案件以敲诈勒索罪进行了立案侦查 而根据宋安琪提供的线索 警方根据王国强手机的定位功能 顺利的将其抓捕归案 这王国强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视为帮兴的宋安琪竟然有胆子报警 那么在王国强敲诈勒索李珊的案件当中 宋安琪到底是不是共犯了 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 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是指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 相互配合协调补充所形成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整体 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关键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两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 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在法案当中 宋安琪将李珊介绍给王国强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 他呀就是为了想多赚的十个点的提成 他本身并没有想过得到李珊的裸罪之后 再对其进行敲诈勒索 也就是说宋安琪和王国强没有敲诈勒索李珊的合意 在敲诈李珊的这件事上两个人不构成共同犯罪 王国强要对其实事的敲诈行为独立的承担法律责任 我国刑法第274条规定 敲诈勒索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警察还告诉宋安琪说 买卖裸照的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王国强写保证书给宋安琪啊 其实就是想骗取他的信任 让宋安琪放心的把裸照给他 那份保证书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 什么给他四十万八十万呢 全都是骗他的 很快王国强被刑事拘留了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 王国强真名无建业 是一名无业人员 他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型社交平台和女性搭讪 并且呢 假扮富豪买受害人的裸照 等裸照到手之后 再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 已经有多名女性受害 这个无建业心思缜密 为了能够让受害人相信 他有为了几张裸照付巨款的能力 他把自己装扮成了有钱人 而他在微信和微博里晒出的那些所谓的资家珍藏 大多是网上搜罗来的 这车子呀 也是从租车公司租的 装修豪华的别墅 那也不是他的 是他在高档酒店住宿的时候 拍了下来之后 再发倒朋友圈的 其实啊 这些拙劣的伎俩并不难被识破 可是 在重金的诱惑之下 宋安琪和李珊 这两个年轻姑娘的双眼被蒙蔽了 轻易的交付了裸照 检察院以吴建业犯敲诈勒索罪 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法院认定 吴建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 犯罪数额巨大 判决 被告人吴建业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定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案子判了 吴建业被绳之以法 李珊也不再责怪宋安琪了 可是 宋安琪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他来到了男友刘瑞所在的医院 他希望能和男友重归于好 四母相对 宋安琪的眼泪瞬间滑落 他真诚的对刘瑞说 自己错了 而刘瑞也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 他拉着宋安琪的手说 其实 我就是死了 我也不希望你做这样的牺牲了 好在 此时的刘瑞已经从省疾控中心拿到了职业病的诊断证明书 结论是职业性肿瘤 也就是韩本化合物治白血病 经过与刘瑞任职的化工公司的多次调解 他的治疗费终于有了着落 如今的宋安琪回想起曾经的一幕幕是后悔不已 微信 微博 这些新型的社交平台给人们的交流确实提供了便利 但是也容易使人放松警惕产生信任 这里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不给犯罪分子留下任何的可乘之机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下期再见 家境殷实的退休老汉竟频繁偷取行李箱 他的名下有三套房子 有近五千块的工资 偷回来的行李箱整齐百万家中 他称自己并不是独裁 偶尔拿出来看看 我呀就非常的满足了 什么原因让他盗窃上了眼 他盗走的一样东西 为何让警察大惊失色 列车大道尽使他明日播出